是 院子裡是 這一間吧 打不開 喔 這什麼 注射器在地上 這個家怎麼會有注射器 鏡子 咻 秋帝什麼都沒有 那這手電筒嗎 是 奇怪 架子裡塞滿的注射器 這裡有什麼 紅色的花 不知道名字的花 色色箱 裡面裝得出於垃圾 紅色的花 沒修剪過的花 在圖裡 有日間的碎片 在圖裡都有 要賭嗎 反正 無論誰都不會理解我 我 一直 學習學習學習 是不定腦袋已經壞壞壞壞壞壞掉了 跳針嗎 我在幹什麼 自己在這邊結束了 仔細看一下 背後有些 有寫字 沒有字 沒有字耶 喔 我的樣子 我的樣子 是 要找學姊吧 是 要找學姊吧 哈囉 真太狼君 還差點就好了 莫菲已經等不及了 這感覺就是抉擇了 你知道嗎 我應該怎麼玩呢 嗯 那個日記是 什麼 真太狼君 日記 如果你能多了解我的話 我會很高興的 討厭我嗎 嗯 抱歉問了這麼多餘的事 我完全沒有在意 沒關係 說起來 真太狼君是不是討厭名額 只是稍微有點這麼擔心 那個 真太狼君 您可是真心的 喜歡的真太狼君喔 可以嗎 當然 不行 當然 好開心 逗你玩的 開玩笑的 剛剛的回答不算 所以我希望下一個回答 聽到你的回答 明明真太狼君表白過的 好奇怪喔 嗯 嗯 握住明明學姐的手 欸 真太狼君怎麼了 我 我這麼被握住 那個 那個 當然還是被男生握住的說 在這裡 那個 明燒有點 太羞的說 放手 蛤 明呢被嚇了一跳 真太狼君 你這個小大人 真太狼君謝謝 我有點開心的說 就很開心嗎 沒有怎麼樣吧 所以說他的樣子應該是指 指 照片吧 是 照片 欸 沒有嗎 他說他的樣子 哪裡 他的樣子 鏡子 這個 朦朦的鏡子 這鏡子背面 有日記的碎片 是 今天特別把血丸招帶到家裡 他吃了我祕藏的手藝之後 稱讚是很美味 好開心 當然之後我想要切桃味紅茶 可是 雪丸 還是 有點 和預想的不一樣 所以還是用葡萄味吧 雪丸對伊哥有些在意 讓我心情有些不痛快 我明明那麼怕 好過分 我想他一定會理解我的 請他去吧 雪丸已經不在了 奇怪的要 他已經不在了 他已經不在了 藥是這個嗎 奇怪的藥 喔 注射器裡面 注射器裡面有日記 要賭嗎 壞掉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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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事 這應該講的是日記吧 光麗 放了一下從光麗中掉出了什麼 有日記的碎片 是 是我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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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在大家都會不信 住手吧 看誰誰聽完掉就算了吧 還是算了吧 還是不要換的 好好好 我決定等一下來聽跳針 是我的生日 密碼是我的生日 若是重視我的人 當然會知道吧 得到日記的碎片 密碼是他的生日 可是我不曉得 啊 真太陽君怎麼辦啊 那個 料理座失敗的說 對不起 都刷座給妳 驚喜 我可以哭嗎 重做 我原諒妳但是妳要重做 原諒啊 欸 原諒我嗎 真太陽君 謝謝真是抱歉了 不過我現在又重做 欸 我按太快了 好吧 莫名學姊的生日 欸 我的生日 嗯 莫非要給我慶祝嗎 嘿嘿 好開心喔 那我就特別告訴妳 妳呢 是4月27日出生的 要對大家保密喔 所以 電腦的密碼是4月27 這個 輸入三位的密碼 4月27 密碼正確 登錄中 插月插日 我的名字是高氏命 現在跟父母住在一起 父親是個上班族 就一般人是個普通的上班族 無論什麼地方都普通的可怕 普通的舊職 普通的戀愛 普通的結婚 普通的外孕 普通的生活 這就是極為普通的父親 母親也要工作 不怎麼回家 比父親賺的更多 從不說自己在做什麼 一定是對父親的酒後暴力十分厭惡 所以盡可能不待在家裡 我也非常想要逃走 但是我如果逃走 父親就連飯都吃不上了 插日插日 我一直在寫日記 我認為日記能夠被自己以外的人讀到 才是真正的有價值 我在表面上無法說出的語言 就是你現在所看到的 我一定是非常希望得到幫助 所以希望有誰能夠讀到這個 我現在在監視這兩個人 從上都起兩個人的樣子有很大的變化 雖然兩個人這一出非常抵抗 今天現在似乎對我很恐懼 食物是我親手做的 沒有筷子 要用手吃 我告訴他們這就是這裡的文化 我叫他們兩個學習 睡覺的時候 我也提起勁 兩個人很不認真 不怎麼肯聽我的話 叫喊著你是惡魔之子 我給了他們兩個人懲罰 不給他們食物放置他們一周 我去看情況的時候 父親已經死了 母親也顯得很虛弱的狀態 母親是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吧 連動我的力氣也沒有了 我跟她搭壞也沒有反應 我在床上瑟瑟發抖 我想 就算是害怕已經沒有退路了 我 後面沒有了 仔細一看鍵盤後面夾著什麼 有日記的碎片 已經 沒有退路了 你想要知道我的秘密吧 我會告訴你的 來 把門打開吧 開著喔 要打開了 所以我們要打開衣櫃了嗎 好 我們來開了 快存檔 是 門沒有鎖 我去看一下學姐好了 好 我 不講話欸 門沒有鎖 衣櫃的門好像開著 門裡片漆黑周圍都看不清楚 有什麼容易能照明就好了 是 衣櫃之中 使用手電筒 在衣櫃的深處躺了是不是不明的屍體 嗯 仔細調查 衣櫃中充滿著 異臭 灰霧和嘔吐霧的味道 屍體上沒有外傷 是餓死嗎 有姓一名 男姓兩名 恐怕是 明學姐的父親 母親 以及雪丸的屍體吧 在這裡看到的場景 還是當作沒有看到的好 縱音對出來 被看到了 他那個冰冷的眼神 你在幹什麼 真太郎君 看你說過不要進入我的房間 你看到了吧 我的秘密 真太郎君 你在發抖 我呢 非常的辛苦 要聽聽嗎 嗯 也只能聽啊 謝謝 我呢 其實 在我小時候 並不是像現在這樣 什麼都做得很好 以前的我 並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樣 而是一個人人都想欺負的孩子 不像樣 插進 陰暗 愚蠢 很容易就被偏 父親也好 母親也好 都已經放棄了我 你是一個沒有的孩子 這句話多少次 多少次 每一天每一天 排回在我耳邊 我努力了 我拼命地努力 就算朋友和老師沒辦法 但我不想被父親母親放棄 我努力著 努力著 有了現在的能力 學棄自己 改變 以前的我已經不存在了 從高市民 變成高市民 性格和思想都變得開朗有精神 而被大家喜歡 誰也不會責備我 雖然我是這麼想 可是父親和母親 卻不認可我 不理解我 他黑謊了 無論我獨佛的努力 都不認可 都不認可我 你呢 覺得需要教育一下父親母親 只要我懷著愛心 去好好教育他們 父親母親一定會變成好孩子 所以我每天都在 照顧著父親和母親喔 我每天都很努力 做給他們好吃的東西 我相信父親和母親能理解我的那一天 終究會到來 可是明事罷了 父親和母親都變冷了 就像是沒有呼吸一樣 已經沒有意義了 命已經沒有活著的意義了 但是在那個時候 雪顏出現了 因為雪顏說她喜歡我 我就想說她會理解我的吧 可是 雪顏她 雪顏她 見到了明的秘密之後很害怕 明呢 把想要逃走的雪顏抓了起來 我很害怕世界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我決定雪顏她也和我在一起 明和父親母親永遠的在一起 真大狼君 真大狼君 真大狼君你要逃走嗎 逃走就GG了吧 爆珠 欸 真大狼君你在做什麼 魔 明可是殺人魔 你這麼做的話真大狼君一定會被殺的喔 那 你不逃走嗎 真大狼君 真大狼君 我幹了很不得了的事欸 我該怎麼辦 真大狼君如果不在了 我以後又是一個人 要是這樣 要是這樣 我就到父親母親還喜歡身邊去了 必須去見大家 好的 向他們道歉 無論如何 原諒嗎 原諒 原諒我 原諒我 真大狼君能不能原諒我嗎 真大狼君 我 是個壞孩子 我只想被父親母親表揚而已 我只是想要聽到他們 敏毫努力真是了不起 為什麼卻變成這樣 對不起 對不起 明雪姐一直哭 我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緊緊抱著明雪姐 那個時候 我有從真正意義上 理解明雪姐了嗎 我想陪在明雪姐身邊 讓時間來治癒明雪姐的心 那我測看 這兩隻太下雪了 啊對了 這兩隻我們來堆雪人吧 我小時候常常到雪屋堆雪人喔 每天都在外面玩到天黑 然後 手和腳都動得冰涼 但是呢 用暖爐把 冰冷的手 烤暖的時候 就會感到無比的幸福 可是 玩雪人的時候 一直是我一個人 很想和別人打雪仗 現在能跟偵探狼君一起玩 真是太好了 有偵探狼君在 我一個人 我就不是一個人了 從那之後 明雪姐像是瘋了一樣的哭泣 每天每天都在哭 我無法放下他 為了不讓雪姐去自殺 而我一直陪在他身邊 然後終於 與明雪姐的槍事後的第一個冬天來了 明雪姐振作起來了 也能看到他的笑臉 我 愛著明雪姐 要把明雪姐的開心的笑容 永遠捨呼下去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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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喔 痾痾痾痾痾痾痾 痾痾痾痾痾痾 好快喔 Ending了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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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蠻開心的 這樣的結局 為什麼說其他結局被國防不蓋住啊 好啦 就結束了啦 今天的習慣就看到這邊啦 完了兩款遊戲 好啦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習慣就看到這邊 就先習慣到這邊啦 下次遊戲就會再開始實況 出生是應該就是他注射他父母的 父母的藥之類的 不知道他怎麼把他父母綁起來 這邊寫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習慣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大家喜歡的習慣影片 如果你覺得影片還不錯的話可以在影片下方點個喜歡 不過這裡沒有喜歡可以選 你也可以訂閱或追隨我的頻道喔 那麼 下一次實況不管是Twitch還是YouTube 就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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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玩的 我們應該會玩的